投资银行 其实我们都已经讲过了 投资银行 怎么理解投资银行 我刚才说的 就两条 第一它不做投资 第二它不是银行 这就是投资银行 那么它的具体的工作 其实就是做金融中介 这个证券的发行 证券的交易 金融资讯和这个金融工程 金融工程其实很多产品 把它给做出来 其实投资银行 就是做这个工作 我们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 就是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 它自己可能没钱 当然现在有一些投资银行 也做自营业务 但是你这个自营业务 跟投资银行的主要业务 没有关系 它主要的一个工作 就是一个中间商 就是在市场上 谁想做IPO 我给你做IPO 谁想继续融资 我帮你继续融资 谁想把你的证券 在市场上买卖 我帮你买卖 所以它其实不需要钱 它需要的是一张牌照 它需要的是专业人才 可以帮它的客户来做这个 直接交易 还是做这个咨询 比如说我上次跟大家介绍过 这个投资银行给这个基金 投资基金做很多介绍 做很多分析 它其实类似于一个咨询服务 对不对 跟咨询公司差不多 你的咨询服务做得好 你的这个收入就高 你的咨询做得不好 你的这个费用 这个收费相对来说就比较少 这个就是给大家一个概念 简单的概念 我们现在这个投资银行 最主要的 最有名的投资银行 当然是高盛了 对吧 Morgan Stanley 但是如果是大家看这个 最右边的这一列 发现这个金融危机以后 这是09年的数据 09年的数据 也就是经过08年的 这个所谓的Great Crash 市场崩溃以后的这个数据 可以发现 最大的两个机构 第一个是Barclays 这个是英国的银行 第二家是JP Morgan 是美国的银行 这两家银行 应该说是在所有的 主要的这个全球性的银行当中 受到的这个金融危机的冲击 最小的 这两家银行 没有直接从政府 这个接受资本 大部分其他银行 都有政府买了股份 或者直接参股 每一家都有 包括他们的这个股价 发生变化比较大 当然这个变化 不一定是一个 长期性的变化 以前我们大家都说 花旗是最大的这个公司 但是你要是现在来看 显然不是这样 当然这个 这个我们世界上的 这个银行 每天说哪一个银行最大 哪一个银行最小 实际上它是在不断的变化 变化的这个主要原因 就是因为股票价格的变化 对吧 一个公司的股票 从50块钱降到5块钱 可见它的这个世界排名 会有发生非常大的这个变化 所以按照资产来说 实际上不是特别可靠 那么如果大家有概念 或者是有时间以后去看看资料 会发现八九十年代 尤其是八十年代的时候 那些日本银行都是在世界上 是属于最大的银行之一 现在最大的银行都在哪儿 现在最大的银行都在中国 对吧 我们中国的银行都是最大的 但是关键问题就是 最大不奇怪 问题是你能保持多久 如果你能保持三十年 那就了不得 如果你能就能保持五年十年 那就不一定 因为它有很多特殊的因素在这里头 你的股价上去了 你的这个银行就大 养老金跟我们的社保基金差不多 养老金的这个基本概念 实际就是我们现在都知道的 你自己把钱放在这个社保基金里头 等你退休的时候往回拿钱 但是它的这个具体的运作方式 有各种各样 首先我们可以把这个养老金 分成是有这个政府主导的和这个私营的 也就是说完全是这个企业方式运作的 一般来说如果是比如说在我们国家 我不太知道具体的数据 但举个例子说 如果你在这个北大工作 北大工作你就有一笔钱是要交给社保基金 这个交给这个社保基金实际就是你自己的养老金 那么一般来说是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从你的工资里头扣一部分 我现在不知道可能是8% 或者是另外一个数字差不多 也就是说你有一万块钱的收入 你每年要你每个月要交800块钱 给这个社保基金 同时一般来说你的雇主还要交同样的这个数量 也就是说你的雇主可能也要交8%的钱 但是这个数字 我现在说的这个数字都是不准确的 因为我不知道到底是多少 但是它这个运作基本上都是类似 这个钱放到社保基金里以后 一般来说有两种形式 两种形式 它的这个基金是怎么积累的 一种形式就是就是叫pay as you go 我们有人把钱放里头去 肯定也有人往外掏钱 对吧 我现在这个年纪还在挣钱 我每个月都要把钱放到这个我的这个基金里头去 但已经有一些人年纪比较大已经退休了 他们每个月要从这里头拿钱 最终的这个结果 反正就是这个钱像流水账一样的 不断的有人往里头放钱 不断的有人往外头取钱 这听起来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模式 对吧 但是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假设 就是进去的和出来的要差不太多才行 我们国家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国家的问题是98年99年以后建了这个社保基金 建了这个社保基金以后发现往里头放的钱不多 往外掏钱的人很多 因为这些人以前没贡献过 可是一把它转移到这儿就开始拿退休金了 就要往外掏钱 所以这个里头的窟窿很大 一般来说这个像我们的社保基金它是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是你个人账户 一部分是公共的 那么以后到底能拿多少你个人的一部分和这个 和这个公共的一部分基金积累 我们过去碰到的这个问题就是 取钱的人多 后再取的钱多 往里头放的钱少 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窟窿越来越大 如果大家讨论这个我们财政的可持续性 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从哪儿找出这么多钱来 弥补一个所谓的contingent liability 或有负债 实际上里头有很多亏空 这个亏空谁来补啊 以后只能是政府来补 所以只能是靠财政来补 我们现在碰到的一个更大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啊 更大的问题是 大家听说了这个人口老龄化的问题 人口老龄化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劳动人口的比例以后再慢慢的下降 也就是老人的比例越来越高 这样一个社包体系做起来就比较困难 也就是说过五年十年以后 你会发现中国人 往社包基金里头往外掏钱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但是往里头做贡献的这个人越来越少 所以我自己猜 等你们到四五十岁五六十岁的时候 这个社包基金的压力就会越来越大 所以自己要想办法这个要做这个养老保险 那么这个养老金和这个刚才的这个保险 这个保险的这个基金 其实有一点类似的地方 其实他们都是集聚了一大批的资金 这一大批的资金都需要做投资 所以这个但是每个公司能投的东西不太一样 所以保险公司有专门有一帮人做投资 养老金也同样有一帮人做这个投资 而且保险公司养老金这两大块 应该说是这个这个最大的这个机构 那么最大的这个投资者之一 那么刚才已经介绍了 有一些是这个这个由政府来主导的 有一些是由这个企业 自己这个这个私营的这个养老金来做 具体的这个方式可以是现收现付 就是我们说的pay as you go 或者是这个基金积累 我们钱进去了以后 他给你做各种投资 在比如说在美国在澳大利亚 我这这个每个月都贡献进去钱进去 进去了以后他让你自己做选择 自己做选择你做什么样的这个投资 我投资股票你可以投资股票 你可以投资债券 当然一般来说他不让你做太具体的选择 他可以比如说你有这个 你可以选一个比例 我今年75%都在这个债券上 25%在这个股票上 明年年初的时候你可以再做一次调整 这样的话你自己实际有一定的这个选择的这个权利 而且他一般投资的话 他不会投资到一个简单的这个股票的这个这个上面 他会投他可能会投这个比如说这个一个市场 或者一个基金 我现在就会投资到这个股票的这个股票的这个股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